回來第二節的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大家記得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幫我們按一下廣告 還有按LIKE 第一節也要補一下 如果聽到這個時間 這個應該聽到是橫停 沒辦法啦 我們又不收錢 又不搞課金 又不會要求你入會 大家也要舉手指導按一下 如果你說舉手指導也不肯就算了 我們也沒有什麼要求的 我們昨天就說了郭兆傑 郭兆傑 其實也挺令人匪夷所思的 因為昨天我按一下電腦就說他在 日本絕食 今天看到不是絕食 他說是絕水 人類呢 正常的一個儒家大師 試過做了實驗 絕水七天就會死了 水三四天就不行了 是嗎 這麼短嗎 儒家大師 可能他比較厲害的 正常人就未必可以了 幾天就不行了 所以應該兩天多就不行了 三天左右吧 我們不如計算計時 看看郭兆傑絕水多久 還有一件事 怕他有事還是怎樣呢 首先還有一件事 在日本絕食 怕他沒事 要補充一下 在日本絕食就算他不絕水也好 首先在日本絕食就一定沒有雞湯喝的 所以你不用怕他有雞湯喝可以熬很久 有沒有麵絕湯喝呢 看怕他如果絕得的話都沒有吧 那不知道 絕水就照樣 什麼都沒有 沒理由給果汁他有奶 這些就是水來的 你喝果汁吧 所以這件事也是很奇怪的 我想問 你說要補槍 補一槍 這一槍向哪個部位開呢 我只是由原則開始 我只是想問他為什麼會燒東條英姬的紙牌呢 因為他應該只認識東條英姬這個人 東條英姬是侵華代表人物 是啊 我幫他回答 但最大的問題是 1937年12月12日這個南京大堵殺人時 東條英姬在哪裡呢 好像在關東軍 他當時是關東軍參謀 他根本就是在東北 還未上位 還未做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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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搞錯了 他根本就是隨便找些東西來做 因為我印象中在這個南京戰區 或者這個叫做 當時的戰區的那個指揮官 應該是板門徵四郎 應該就是 但我不知道在靖國神社有沒有這個神主牌 這個我就不清楚 因為他只有11個甲級戰犯 那我就不知道這11個是誰 Google一下不知道有沒有 我還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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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一炮 你們就說 是 總之 第一件事 燒東條英姬已經是搞笑的了 搞錯了 已經是搞錯了 即是這隻鑊不關他的事的 你就無端端地 燒東條英姬 間接關他的事可不可以 東間接 他是關東軍的 關東軍參謀 關東軍打仗啊 那很多人啊 總之是軍方要負責 即是那個人抓住曾鈺成 你這個混蛋你訂招 不是啊你訂招 你不關我的事 你是立法會議員嘛 是不是 曾鈺成是立法會主席 哦是啦 有人訂招你不管就關你的事 沒錯 也是這樣說 因為事實上香港有很多市民都搞不清楚 常常以為長毛訂招的 哦是呀是呀 還有曾鈺成是寫文年 是不是這樣解釋 還有曾建成和曾鈺成交不清楚 曾建成就是曾鈺成的弟弟 是啊 兩個都一樣的名字 你玩得多的 信而已 澄清 不是試過的 在台灣那裡玩東西 有人想試過玩這個蔡英文的網站 結果有人老點他 有沒有蔡宗文 不是 那個叫蔡正元 蔡正元是什麼呢 蔡正元就是國民黨的 基本上天天和優毅兩個傻佬 就是心藍那些人來的 就說這個蔡正元就是蔡英文的弟弟 搞了蔡正元 很多這些古年珍貴的 不如先帶回來這裡 正國神寫 補充一下 應該供奉的就是吉田重音 版本龍馬 其他呢 其他應該都是擺這個 沒有的 沒有版本精四流 只是擺名字 其實是 是呀 是名字而已 這裏有幾百萬人 是很多人 根本是很多人的 他甲級戰法只有11個而已 一例來他經常在爭論 每天都在拜政國神社 但人家拜政國神社是拜了全班人的 不是拜那11個的 那這裏呢 第一就是燒這個 燒這個東西 就是很奇怪 就是燒害人的 基本上就是很奇怪 另外還有一件事呢 就要同情一下郭兆傑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呢 就說他坐牢很慘 是 那第一件事呢 我是同意你說法 在日本就不會打他兩鑊的 這件事是不會的 是 在日本坐牢其實是很大鑊的 好像黃之鋒被人剝光珠那樣 不知道有沒有搞呢 他不會 但是呢 在精神上 的折磨是非常大鑊的 在日本坐牢 有些人呢 是坐過牢 寫出來呢 是說真的會瘋的 因為基本上你任何少少自主的行動 或者是你 稍為出一句聲 他都會渴死你 即是關東軍的那些監獄 是啊 你說得好像集中營 是啊 所以日本坐牢是很大鑊的 所以我相信呢 如果他本身已經 準備拿白卡的話呢 可能過完這段時間回來 香港也要第一時間申請白卡 他可能有機會 附得證治好呢 我想是難一點吧 好像不會 不是吧 貼多兩錢就有機會 平時我已經說他准白卡了 那到時回來就有賣無賠了 不知道啊 他有沒有認錯了肥佬黎是這個律政司 嘩 遵守肥佬黎來斬 男女也分不清 對 男女也分不清 你說瘋了 他真的會瘋的 現在 你好像還有其他問題所研究 關於這個 天國諸島 為什麼立一個釣魚台 補釣嘛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去補釣 他平時是先補釣 他是不是先補釣 第一 突然間又搞去南京大廢 好像新駕入賣補釣 忽然想補釣 我不知道他啊 他到底想做什麼呢 即是無定鄉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無定鄉 喪心病狂 什麼 突然補釣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補釣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又是突然間化了神經 還有 補釣呢 我想很多人 補釣跟南京大逃殺 不是很大關聯的 雖然大家都牽涉到日本 但是政府已經跟日本有關 唯一有關 只有這件事有關 因為其實釣魚台當年 美國將他交給日本托管 你應該先去美國領事館吧 那時候 那時候 我馬上想起上次 叫加拿大放人去美國領事館 那件事 不是喔 美國有份 這件事 要說回有份 因為歷史是很長的 是 那時候 日本呢 簡單說 日本那時候 就是 拿了 琉球王國 就是 好像你們說 綁住了 夾釣魚國 然後就 控制了 然後馬關條之後 就拿了台灣 其實呢 那一帶由九州 一直拉到台灣 都全部變成日本領土 那就沒有什麼 爭議了 那時候就沒有爭議了 那時候就沒有爭議了 但是當時呢 台灣人呢 就認為 釣魚台幾個島 是 台灣 因為呢 他們習慣 去那裡 曬網 但是其實 他們沒有說明台灣 那裡是當是他們的 大家都不清楚了 說真的 老實說 什麼有這麼清楚的地理概念 那時候 嗯 那麼到了日本 拿了這一帶之後呢 就沒問題啦 自己人做了一件事的 就是將 那個 都道 就是他那個 地區行政的劃分呢 他是將 沖繩和釣魚台呢 是劃在同一個地方 嗯 台灣呢 就當是另外一個 那石龍島呢 石龍島 屬於那裡 沖繩 在華沖繩 即是他其實呢 在日本一劃呢 就將那一帶的所有島 劃了 當是這個沖繩縣 當是沖繩縣 當是沖繩縣 是 那後來呢 到了四五年他輸了 就交還台灣 交給中華民國嘛 那他就交還台灣的嘛 那他就交還台灣的嘛 沖繩沒有交還給你嘛 沒有 也都沒有交還給你 那而沖繩呢 的確是這樣 而沖繩呢 也都是被美國托管了 整個沖繩 一帶 那一帶的地方的島 所以有美軍基地在這裡駐紮 就托管了 基本上是在美國是拿著行政權的 什麼時候開始出事呢 到了1971年 當時美國說 我交回這個沖繩的行政權給日本 交行政權而已 不是交主權 主權後來再有些東西說的 那一交回那個行政權給日本 但是當時一畫那張地圖呢 就包含這個 釣魚頭的島 那很合理的 那你整個島都包含了 為什麼不包含魚頭呢 這就輪到台灣也在這裡鎬了 這就像你做地產的 那些東西包含不包呢 在租的時候 是啊 你畫了一大塊東西 包含洗手 包含天井 原來 第一個台灣人是開始爭含的 因為那裡 我們漁民是一個曝光的 那裡是我們的 大陸也是一樣的立場 大陸也是台灣屬於他嘛 所以那個地方也是住他 又是這樣爭吵 日本就說我收回整個行政權 整個行政權收回來 但是 跟著那個地方 是不是獨立 還是歸日本呢 就是那時候公投過的 那些公投就說 是拼了日本 因為那裡住的應該是日本人 很多都是 就拼了日本 公投就沒得輸 因為公投是住民自決 所以就拼了日本 好像在70年代的公投 很敏感 有自決成份 當年在70年代 琉球 曾經當時炒回歸中國 他如果放棄 拼入日本 就會有機會獨立 或者拼入他 他是有選擇的 他當時 香港有段時間炒過琉球郵票 是以為如果琉球到時不知怎樣 就會升了很多 最後琉球 就拼了日本 油票大跌了 就沒人要 當年是炒過這件事 所以回歸 香港回歸也是炒過一段時間 那些人就說 琉球票的翻版 果然是一以成慘 現在一交 就交回琉球給日本 在美國的地圖裏練習了釣魚塘 那時候大家才睡醒 才開始有所謂保衛釣魚塘運動 就那時候才開始 所以不會保護石門島的 因為對於他來講 台灣或者大陸有些學者 爭論釣魚塘 為什麼是台灣的地方 或者是中國的地方呢 他的爭論是因為 釣魚塘是在 和台灣的大陸架 他爭論這件事 但是問題 石門島不是 不是 這個要看一個辦法 不是 現代的說法 就不是這樣爭論的 這是一個次要的考慮 就是在哪個大陸架 那是次要的考慮 最重要的考慮 就是有沒有人 在你的地方的人 在那裏的活動 那是最重要的 國際法是這樣 是的 所以這也解釋了 為什麼大陸 從來不敢把這件事 拿上過世法庭 我們剛才說的那時候 是說得很遠的 我們追溯歷史 是說樓球 是說樓球那時候 到底是不是根本清 是一個繁熟的問題 你這個地方是屬於樓球的嘛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中共經常追的那些東西 根本原本不屬於他的 繁熟不是屬於你的 一追就追回舊時的東西 繁熟不是屬於你的地方 如果是的話呢 朝鮮半島現在應該是 你這個說法是說的 我同意 所以我們在這裏潤 其實是的 越南以前叫做安南 是附庸國 是膠齒省的嘛 應該是的 去的宋朝也是 之後就不是了 明朝就不行了 我們再說回 如果釣魚台是屬於樓球的一部份 那你突然間要拿回釣魚台 你就會分裂樓球這個地方 把釣魚台從樓球的角度 永遠分出去 對日本來說是 這個東西 整個在當時他劃分 行政界的時候 是這樣劃的嘛 對他來說 還有 你為什麼說國際法會輸呢 他真是在釣魚台有活動的 以前應該是 應該是20世紀頭的那段時間 有幾十年 在釣魚台上面 是有個日本人的家族 是做了一個兼儀家工廠在那裏做了很久的 去到三十年代才離開的 其實你說如果是繼有活動的話 你真的會輸的 其實石門那裏附近的島都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永遠不敢上國際法庭呢 因為他自己拿著耳朵底 他自己知道的嘛 你看大陸的地圖畫出來 你去到婆羅洲 那人不用出海了 不用出去打雨了 是不是 你相信在婆羅洲外面那些島 完全沒有人撐住地外 是屬於中國的 永遠都是屬於你 接著還有越南 你的領土基本上 越南也不能出海 馬來西也不能出海 汶內也不能出海 還有 問題就是 你講開海就想到上面那個 糖露烏梁海 那個就算了 那個就不追了 那種畫法啦 上面那個是惡的嘛 海森威的就不追了 簡單來說這邊沒有惡 就向這邊撐 是啊 上面那個惡一點 就不動了 上面那個是紅蘇綠眼 大家的黃種人 就很欺負一點 俄羅斯那些不是塔坦嗎 都是紅蘇綠眼的嘛 雖然是塔坦而已 蒙古種啦 蒙古種塔坦人 所以其實現在呢 保衛釣魚台的那班人呢 其實一直都不看這些東西的 只是一味就說 那樣東西是中國的 他們不是不看 他們是不會說 他們是選擇性 因為保釣呢 因為保釣有一樣東西最重要的 可以拿一個錢箱出去 花園 這個真的說得中了 脫豬的花園有什麼 不止錢箱的 還有很多東西 有劉夢雄付錢的 還有另外一些東西 譬如說台灣 也有一幫人很喜歡保釣 譬如哪些呢 馬英九 金戒石 金戒壽 馬英九當年在 美國正在讀書 都是去搞保釣的 台灣人保釣反而情是可原的 他真的有漁民去那邊做事嘛 他只是曬網的而已嘛 台灣人都說了 他有商業聯繫 現在的詞語叫商業聯繫 也有些利益 大陸完全沒有 那個地方和你 從來都沒有 大陸沒有 香港也沒有 香港人 所以香港人 這些人去保釣 為什麼呢 你應該爭取琉球回歸中國 目標大一點 我又要佩服一個人 雖然這個人 我不太喜歡這個人 但是他也有說 國際這些東西 以前小時候說的國際主義氣 那就是豪比利 那個是誰呢 廢土 廢土也是 他當然是何給你啦 他也不主張保釣 他也沒有參與過 他也沒有飯的嘛 其實保釣想一下 其實都很愚蠢 做人呢 不如目共再放遠一點 紐壘都是小事 攻擊了日本是不是 沒錯啦 那個地方以前我們叫蓬萊 方丈 盈州 我們2000多年前就派了徐福去 是不是應該 要求日本回歸 這是不是最終的 最大的目標 但是要看看那三千同男同女 去到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才行 發生什麼事都好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 是不是 所以不用說了 這個話題 不能再說了 自古以來 譬如台灣那些 超越紅線 沒有辯論空間 台灣那些 隨便去了幾百年 就當成了 就當成自古以來的 沒有辯論價值 也沒有辯論餘地 這個立場我們很堅定 這節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再說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